小茴香 大功效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老安 说起茴香和香菜和洋葱一样 喜欢的人爱不释手 不喜欢的人避之不及 但很多人不知道 茴香的药运价值很高 能抗癌 清血管 暖胃寒 护肾阳 茴香分两种 一种是八角茴香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小茴香 也叫香丝菜 具体它有哪些功效呢 洋葱的人也就是平时比较怕凉 手脚发冷 小腹冷痛的人 最适合多吃茴香 可以补肾助洋 而且茴香不仅能够调虚寒 也能够去食寒 外感寒些的时候 吃茴香可以发散风寒 这么说吧 茴香对于所有的寒症 都有保健调理之用 茴香能暖胃 开胃 养胃 胃寒的朋友可以在做菜 做汤的时候加点茴香 或者把茴香加到米粥当中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茴香脑这种化学物质能够通过阻止 是乳腺癌细胞的生长而发挥抗癌的功效 另外茴香富含的膳食纤维 与患肠癌的风险降低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最后老安给大家介绍几种茴香的食料搭配 一 生拌茴香菜 纸壳化痰润肠通便 二 小茴香豆腐汤 强壮五个预防骨质疏松 三 小茴香盐沫充服 去寒止痛 四 小茴香米粥 养胃暖胃 五 茴香炖鲫鱼 缓解胃胀气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